國內藍牌有不少師徒黨讓人津津樂道 許進者教練在蔡文成就讀大學實習相識 兩人從東風 蒲園到富邦一路合作超過十年 徐總也是蔡文成從儀祖球員 磨成MVP的重要伯樂 同樣身材條件不是很欺眼 卻能凹成MVP 蔣元特別感謝三哥 從他菜鳥時期進入台北的叮嚀之道 剛到SBO的我 其實真的是三哥給我很多的幫忙跟幫助 以及在場上很多一些細節 其實細節都是三哥慢慢地去叼 慢慢地叼才有讓自己每次都比一次來更進步 前面一兩年可能會還不太了解 三哥所要求我們是什麼細節方面 一般看個影片你會覺得看這影片就只看一下 可是他對他來講他的看法就有不一樣的拆解方式 比如說我們在做投籃訓練的時候 他覺得可以看我們持球的東西 對我來講我持球可能覺得球的比例不太多 他覺得不太對 他就告訴我他的方式 但是在整個投籃上面就慢慢地熟悉了之後 就覺得我到現在都還是這樣的持球方式 所以對我來講這就是三哥在叼細節 或是給我的幫助 就是讓我進步很多的一個地方就在這裡 現在籃壇更有緣分的師徒 絕對不能漏掉劉孟竹教練和古毛為家 國小的古毛就和教練有過接觸 兩人更攜手在健行科大拼下兩座UBA的冠軍 挑戰直籃 古毛選擇繼續在孟竹教練的麾下打球 交列印適應也很不錯 是新人王的熱門人選 在高強度高壓力的環境能有慧嚴賞識 願意耐心指導的教練協助是選手的一大收穫 也是教練和球員傳承的美好故事 來TV台 兩位黃化君 採訪報導